周一的凌晨,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控制的瓦提耶空军基地 被不明身份的战斗机轰炸了 民族团结政府是土耳其和法国支持的 空袭连土耳其部署在该基地的防空系统也没能幸免 被当场炸毁 土耳其总参谋长亚萨尔谷也在当晚的空袭中受伤 现在说是生命垂危,已经送回到伊斯坦布尔,送回到土耳其治疗去了 土耳其总参谋长给炸了,生命垂危 这次空袭绝对不简单 随行还有一批受伤严重的高级军官 那就是炸了一片,连窝短了 总参谋长连窝短了,土耳其总参谋长跑到利比亚了 你想想土耳其对利比亚这个事儿的重视 土耳其在利比亚内战里边扮演的角色 一些受伤缴轻的士兵被送到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进行治疗了 在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遭不明飞机空袭以后不久 利比亚的国民军 这边是民族团结政府,那边是国民军 国民军是谁支持呢? 是埃及,意大利,卡塔尔,阿联酋,俄罗斯 俄罗斯还派公英军去了 那国民军消息啊,7月5号 扬扬得意的对媒体表示 利比亚国民军空军已经摧毁了利比亚西部 瓦地亚空军基地的土耳其霍克防空系统 不过相关军事专家对利比亚国民军透露出的消息存疑 他们认为这次空袭的专业水准极高 不像民兵干的 哈佛塔尔就是利比亚国民军 就算他是将军,他也是民兵 就是以前卡扎菲的部下,一个军阀 这一次袭击不像是民兵 像是利比亚国民军这帮民兵干的 特别专业 你想想,土耳其总参谋长 让人就这么给从情报到定点空袭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 谁有能力把北约成员国一个总参谋长 就这么给炸死了 谁有能力啊 北约的敌人 绝对经受过严格训练,水准极高 无论是对空袭击时的把握 知道你总参谋长在哪 还是对雷达战等重点目标清除都非常利索 这手法非常老练啊 这绝对不是一般啊 一般训练训练的一帮小空军他们干的 是有常年空战 高素质军事素养 培训出来的空军他们才有的 所以应该是某国的专业空军 正规军干的 不比土耳其空军弱 你想想应该是哪一个国家 而且炸伤了土耳其总参谋长 据传闻有多名土耳其士兵死亡 把土耳其士兵也炸死了 只不过土军为了减小舆论压力没有公开 专家认为为发动这一场 堪称完美的空袭行动 不是利比亚国民军可以做的 哈佛塔尔应该办不到 这次空袭中神秘战机第一时间摧毁了 部署在基地的土耳其霍克防空系统 和驻扎带附近的KORAL电子战系统 这是北约的霍克也是北约的 他能突袭土耳其防空系统 就能突袭到北约美制装备的 就能把他们摧毁 能干掉土耳其也就能干掉北约 也就能干掉美国 知道这个逻辑吧 因为土耳其是由北约训练出来的 明白吧 随后开始轰炸机场跑道停机坪 机库弹药库等关键设施 先把霍克导弹防空系统干掉 然后把它的电子战系统也干掉 这两个系统都是北约的 先把你的雷达防空系统干掉 然后就轰炸你的机场弹药库停机坪 利比亚经历了多年的内战 国内精锐的飞行员基本已经损失殆尽了 并且这次空袭明显是经过一番精心准备 专门针对土耳其部署的防空系统而来 利比亚国民军几乎不可能培养一支如此优秀的团队 之所以对战国冒名顶替是为了鼓舞早先 因为丢失首都而衰败的士气 目前来看这次空袭极有可能是俄罗斯一手策划 俄军干的 五月末有6架米格29战机和2架苏24攻击机 降落在利比亚国民军控制的机场中 虽然俄罗斯否认这次这批战机是俄罗斯提供的 但随后媒体就曝光这批战机在飞行途中 俄罗斯驻叙利亚空天军苏35战机 曾出动为其提供护航 所以有军事专家猜测可能是俄罗斯在背后 为其提供了信息支持 甚至不排除俄军飞行员亲自驾驶战斗机 执行任务的可能性 我觉得也是 都应该是俄军的 他对北约非常熟悉 特别是对土耳其和北约这套防空系统 常年就是练 就是对付北约 怎么躲避你的信号雷达怎么追踪 是不是 年年都练呢 这就是轻车熟路嘛 毕竟乌克兰东部最初闹独立的时候 俄罗斯也否认俄军参与了这场活动 但随后事实证明完全是俄军一手操作 现在俄罗斯方面没有对这场空袭活动表态 土耳其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俄军策划或参与了这场空袭行动 但无论如何 这场空袭对国民军而言都是一大好消息 对于刚刚失守首都迪利波里的利比亚国民军而言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控制的瓦提耶空军基地遭受重创 也是给国民军士兵打了一针强心剂 这个利比亚内战我告诉大家 不光是这个战斗机和防空系统打 无人机特别是中国产的无人机 在这个地方发挥重要作用 我看了很多中国的无人机在利比亚打仗的视频 那我看到外媒其实也对这次土耳其被炸有很多猜测 但是都指向的是俄罗斯 那么我觉得基本上应该确定 你想想能对付北约最大的一个军事集团 对吧那他手底这个土耳其这种防空是北约训练出来的 北约手把手交的对吧 如果交不会土耳其那北约会形成一个防空漏洞 绝对会把土耳其交的特别明白 那土耳其这么明白北约是不是一手交出来的 到利比亚被人给炸了 参谋总参谋长人给炸死了 那你想想谁有这能力 这一圈你看谁有这能力 法国意大利参战的另外两个人 人家没有直接参战 没有直接参战 而是俄罗斯派战机过来了 俄罗斯雇佣兵直接在这 所以印证了什么印证我之前讲的 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出兵叙利亚 在塔尔图斯一南一北夹击土耳其冲着伊斯坦布尔军事坦丁堡 要收复军事坦丁堡 明白吧俄罗斯不简单 普京啊为什么现在跟中国关系要搞背靠背 所以他的主要目标是在欧洲拿地跟着欧洲这块收复军事坦丁堡 跟土耳其卡 没工夫对付中国 所以他现在也没心情理你中国这个事 双方背靠背 中国也没心情搞俄国 双方都在玩 都在对付北约 其实美国这边不也是北约吗 都在对付北约 所以俄罗斯和土耳其大家可以知道 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在东地中海这个地区 俄罗斯已经加入竞争了 利比亚这个事就是俄罗斯干的 你想想 直接炸死你总参谋长 那土耳其呢 被炸死了也不能把俄罗斯怎么样 俄罗斯还卖给他S400呢 防空导弹呢 你想想这里边关系多复杂 土耳其和俄罗斯这个关系 我跟你梳理一下 2015年的时候土耳其发生了军事政变 大家知道吧 200多军人上街 开始坦克 对吧 要占领这个 占领什么电视台 要拿导弹直升机发到导弹炸死阿尔多安 谁救了阿尔多安一命啊 普京 普京2015年救了阿尔多安一命 要不然阿尔多安当晚就被炸死了 那政变成功了嘛 就被炸死了 结果普京啊 比土耳其的国家情报机构 还提前知道了一个消息 普京打个电话告诉你 赶快走吧 你们国家有时候要政变 有时候要要有命 那普京又知道的消息 告诉阿尔多安 你看嘛 就阿尔多安一命 紧接着阿尔多安呢 倒向俄罗斯 在叙利亚这个事上和俄罗斯合作 俄罗斯15年不出兵叙利亚吗 打那个IS 然后呢 双方合作 合作跟美国就产生分歧 然后俄罗斯呢 又把这个 之前是什么 是土耳其击落俄罗斯的战机 击落完战机 普京救了阿尔多安一命 然后这个阿尔多安呢 就转向了 转向到普京这儿 然后普京又卖给他S400 防空导弹都卖你了 我这家底都教你 是吧 手把手交给你怎么用 交给你怎么用 然后呢 在叙利亚这个事上 双方 这个 谈妥 在这个 边界线上 停火 然后在利比亚这个事 双方大打出手 你看看土耳其和俄罗斯 谁都不惯着谁 这是绝对地缘政治老手 该合作合作 你救我一命好 是吧 国家这个事上 该杀你人杀你人 该炸死你总参谋长 炸死你总参谋长 就是双方啊 绝对啊 不留任何情面 我觉得他们中国啊 你看很多 有些人看历史 杀伐果断 你看看这才叫杀伐果断 我可以救你命 对吧 救你一命 你别炸死他二端 你炸我战机我忍 我还卖给你S400 把我最好的武器卖给你 印度啊到现在想买都买不到S400 直接送你土耳其 这什么 这是 这得多大胆量啊 这叫普京 然后呢 克里米亚拿下 出兵叙利亚把土耳其夹在中间 阿尔多安傻吗 你看啊 这个老牌啊 像沙俄这种老牌帝国 他怎么吞并别的国家 怎么玩 怎么玩 地缘政治 我对你可好了 我救你领导人 是不是 让你清除军队里边你自己的那些叛徒 你杀自己人 把你这帮将军杀一遍 清除掉你内部 很多不服你的将军 让你自己杀一遍 军队实力弱了吧 好 然后我再跟你当朋友 你呀导向我 是吧 虽然阿尔多安也不傻 对吧 你真心做朋友 就像我之前讲的咱们朋友给你 S400 真心给一点没假 最好东西给你 这就是见面礼给了 你看人家玩这个一点不假 在这个叙利亚 在这个叙利亚归叙利亚 咱们做好朋友 对吧 然后在叙利亚这个事上 多乱 多复杂 多复杂 对付这些人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想明白的吗 能想明白人家怎么玩吗 我的妈呀 哎呀 这个大国啊 确实不简单 他们这个对杀法果断这个事 还有这种国际上 这些事我觉得他们都有自己的打算 阿尔多安也不傻 你看阿尔多安跟俄罗斯合作归合作 跟美国也没抛弃 跟美国该好就好 他都知道自己有什么牌自己能打到什么样 他就是为了防止俄罗斯 南北一夹击把伊斯坦布尔来收回去 再把土耳其给肢解了 我告诉你啊 土耳其真有可能 俄罗斯 这个普京啊 血盆大口已经张开了 你千万别小看俄罗斯 他这个这个野心啊 他是真要把土耳其吃掉 伊斯坦布尔收回来 他要出海口啊 你想想 那地中海就通了 另外还有希腊帮他呢 希腊也会 对吧 土耳其是什么 是北约国家 所以这里边多么复杂 后面利比亚 你看到了吗 利比亚埃及 俄罗斯整个东地中海 哎呀 我现在想啊 咱们中国啊 你说中国现在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吧 你说中国GDP比俄罗斯高的很多 对吧 但好像没有俄罗斯这么敢出手 但是我觉得中国也不是不出手 中国绝对会找一个非常妥当的时间 在东北亚地区出手 因为大家可以看俄国实力其实没有多大实力 俄国的经济也不行 实力也不如中国 俄国就敢出手 然后呢成果也挺好 弄得土耳其非常难受 非常害怕 土耳其 他跑到利比亚干嘛 就像下围棋 你把我憋住了吧 哎我跳出来 再把你反包围 就互相在这 东地中海争夺 互相下自己的棋子 那土耳其跑到这个 索马里都建个军事基地 对吧 到索马里干嘛 不也就是要控制吗 怕你包围我 我反包围 落一个子在那 所以你看到就连俄罗斯这种 是吧世界前五都排不进去的国家 他都可以玩这种地缘政治 中国呢 在中国差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2020年 我觉得中国应该 应该有 有这种地缘政治版图的企图 应该有 如果美国把中国逼急了啊 中国要是发起威了 我觉得不能比俄罗斯弱 你看俄罗斯已经把这个北约 整个欧洲搅和的 东地中海一块搅和的 把土耳其啊 那家伙 总参谋长给炸死了 中国要发起威了 我觉得特别是台湾 收它特别容易 那你说是不是 克里米亚都收了 中国收购台湾有什么问题 所以美国最担心也是 南海 台海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世界 大家都有一种冲动 要改变 改变地缘政治版图的冲动 所以我觉得 咱们普通老百姓呢 得有这个 得有这个准备 就是这个世界 发生巨变的准备